不过,就是有这么一名,场均只有七加三百二连秀,在热透球队里的首方位置,都比有并的球员,竟然会拥有新的美貌与性感,上连球之神乔丹都直言直步,他就是来自塞尔尔尔的球员马克·贾里奇,一提到马克·贾里奇,不得不讲讲他的父亲斯林克·贾里奇, 他的父亲可他自己的名气又大,曾经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国际球员之一,而身为最好的国际球员的儿子,马克·贾里奇在高出道的欧洲联赛表现威力,之后被跨船选中,并在凌复,与自己达到个人实力的巅峰,场均能砍下十分六个篮板,并成为了球队的首方空位,而在这样的表现下, 随后也被宁与斯达斯林兰队看中,并与他完成了一纸四年列宣旺的酬牙合同,不过到了斯林兰队后, 雷鱼承受了最高的外界关注,再加上传球视野生的热点,被对手察觉,慢慢被队友挤掉了自己的首发空位的位置, 马克·贾里奇也就此开始反向了下坡路,在之后到了呼行队后,表现仍然不交, 胖然退役,正观马克·贾里奇的NBA职业生涯,可能能有多少的高高时刻, 不过他最被人惊惊热到,甚至于极度羡慕地则是他的六一半了, 在罗密上看到超能后一见钟情,然后联系到了自己梦梦里求的女人, 并已知能成订婚,结婚生死,这简直就是一场男人的光耀幻想故事, 不过这件事情,确实在马克·贾里奇声上发生了, 贾里奇在街上采访时承认,自己就是在观看了维多利亚的秘密以后, 肥里面的超能力马一见钟情的, 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就掉进爱河的男人, 但确实在那一天,发生了一些理想不大的状况,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,在2009年的2月14日, 这个无数男人的梦中情人, 与这个名不见经众的篮球运动员, 在华楼明州的捷克逊镇南城婚礼, 举行了非人的家庭婚礼仪式, 立马,作为维多利亚首席超能, 曾被认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, 是全世界无数男人的幻想, 就这样嫁给了马克·贾里奇, 演绎了一出不论的马头小哥与公主的通话故事, 这是一件喜事, 不过令人当代的事情是, 婚后的贾里奇在三年的比赛里25次投篮, 却没有命中英雄, 不过,场下都有了如此美好的妻子, 学场上就都是一些迷赌吧, 不过就苦了慢心支持球队的全民们了, 而在剑道超能力马, 就给了重要平行无奇的篮球运动员, 乔邦都极度地帮任, 马克真的是走了狗屎翼, 看来,篮球之神也为此愤愤不平了,